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第三份历史决议 点名四个被查办的军老虎 原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徐才厚 原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 原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 其中张阳上吊自杀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百年真相节目 我是家道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原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 2017年11月28日 新华社发布消息 张阳因社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徐才厚贪腐案 从8月28日起开始接受调查 11月23日在家中自意身亡 同一天 中共军网发表君正平 也就是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的文章 称张阳畏罪自杀 这个曾经畏高权重的上将 用这种可耻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张阳是文革结束41年来 首位自杀的中共上将 18大以来首位被查的在职中央军委委员 19大后落马的首个军老虎 也是习近平发动反腐打虎运动以来 落马的第7名上将 那么张阳具体犯了什么罪呢 2018年10月16日 新华社发布开除张阳党籍的消息称 经查张阳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组织纪律 连结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涉嫌行贿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 情节极为严重 影响极其恶劣 张阳对党不忠诚 不老实 搞两面派做两面人 政治蜕变 经济贪婪 生活腐化 品行低劣 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 不收手 顶峰为继 最终以自杀的方式企图逃避党籍国法的惩处 此前张阳已经被开除军级 剥夺上将军衔了 新华社爆出来的这些罪名相当严重 但也只是一些可以对外公开的 那不能公开的内幕是什么呢 没错 与中共你死我活的内斗有关 那张阳是哪派人马呢 从中共官方披露的消息和海内外媒体的报道看 他是徐才厚的嫡系 徐才厚长期担任张阳的顶头上司 1994年至2012年 徐曾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常务副主任 主任 主管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 在此期间 张阳不断得到提拔重用 1996年初 张阳任广州军区第42集团军1630政委 2000年 升任第42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2002年 升任42集团军政委 2004年 升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 2007年 再升任广州军区政委 从2001年至2010年十年里 他从少将变成了上将 2012年 又当上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 也就是不到三年 从大军区其复职 升正职 不少军中人表示 这样的升迁速度 与张阳对徐才后的利益输送 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中共党媒《环球人物》发表过 起底自杀上将张阳 用麻袋收钱送钱 与郭伯雄徐才后纠缠不清一文 文章 援引一名军方知情人士的消息称 张阳的影响如此之大 原因有二 一是身处高位 二是臭名昭著 他胆子大 敢收钱 一路行贿 一路高升 坊间流传着张阳外号 张麻袋 意思是收钱送钱 都用麻袋装 香港2017年第49期亚洲周刊发文透露 张阳给郭伯雄送了2500万元人民币 在有人处藏匿了1700万元人民币 他还在深圳 东莞 北京 多地嫖娼 有有人支付数十万元 当然了 对中共官员来说 贪腐是稀松平常的事 就像习近平曾讲 郭伯雄 徐才后 贪腐问题 害人听闻 但这还不是他们问题的要害 要害是他们触犯了政治底线 这话也适用于张阳 张阳的问题的要害在于 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而这也可能导致他最终自杀 香港东方日报曾发表评论说 在中共十八大前 关于解放军高层人士安排 徐才后与郭伯雄达成默契 在两人的算判中 张阳在十八大时 升任中央军委委员 总政治部主任 到十九大时 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接替许其亮 而郭伯雄的头号亲信房冯辉 则占据总参谋长 十九大之后 接替范长龙的军委副主席一职 郭许两人打了一副好算板 但没想到 习近平上任之后 先是将徐才后 郭伯雄收监 再逼房冯辉 张阳对郭徐反割一击 但张阳一直对中央军委 隐瞒与徐才后的真实关系 据不交代徐才后对其交心内容 甚至据说与孙政才等阴谋家 暗中串联 企图借中印边境对峙的机会 在十九大前发动不流血政变 这个评论有一定的道理 中共历来最重视军权 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时候 提拔重用郭伯雄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卸任中央军委主席前 提拔重用徐才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江名义上退休后 通过这两大亲信架空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 实际掌控军权 2012年郭徐退休前 江泽民肯定会为未来继续掌控军权 进行人事布局 郭伯雄提拔重用的冯丰辉 徐才后提拔重用的张阳 可能是最重要的预备人选 但是习的反腐打虎和军改 打乱了江的布局 虽然军改后 张阳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 冯丰辉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 但是习将原中央军委四总部 改为15个职能部门 张阳 冯丰辉的权力被削弱 习追查张阳 冯丰辉 与郭徐腐败之间的关系 令张 房在十九大后 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可能性 成为炮营 这些情况无疑会使江的军中影响力 大大降低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纪委书记魏剑行的撰稿人 王友群博士分析 张阳在接受所谓调查核实期间 之所以能一直在家里居住 可能有四个原因 第一 他是习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后的 十八届中央军委成员之一 习是这届军委的班长 张是班子成员 习主持军委工作时 许多重大的事项 张都有参与 张还兼任全军贯彻落实 古田政工会议精神领导小组组长等 第二 徐才后 郭伯雄被抓后 张一再公开表态 与徐郭切割 据新金报记者统计 他至少13次公开痛批徐才后 第三 根据中共反腐惯例 在类似徐郭这样的大案要案发生后 涉案者如果主动交代并退赃 可以从轻发落 向徐郭行贿的问题 张阳可能向中央军委有交代 而且有退赃行为 第四 查办徐郭在全军震动非常大 对张阳的问题 只要张好好的配合 习可能想低调处理 但是在习审查张阳防冯辉前 2017年6月18日至8月28日 中印边境地区出现了军事对峙 到了8月 军事对峙持续升级 中共军方仿佛要跟印度干一仗似的 当时正值19大前夕 习肯定不想那时候跟印度打仗 局势被搞得那么紧张 背后可能有人捣鬼 中印边境紧张的同时 2017年7月原中共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被抓捕 中共批判孙政才的罪名中 有一条是阴谋篡党夺权 当时是否出现张阳 房峰辉与孙政才串联密谋 现在缺乏证据 但是前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说 张阳的问题比郭伯雄徐才厚还严重 使人不得不怀疑张房孙或设政变阴谋 香港前社的杂志曾经发文说 房张策划在十九大前发动政变 结果走漏了风声 习近平下令抓捕二人 政变流产 这个说法没有证据证实 但可能也不是空穴来风 尤其是张阳自杀后 中共党媒对张阳的批判之严厉超乎寻常 有人用鞭尸来形容 似乎不为过 为什么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 张阳或暗中做了谋反的大逆之事 或隐瞒了企图谋反的大逆之罪 或想保护同伙免受追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先说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点赞订阅 咱们下次再见